現effective price ceiling 如果有effective price ceiling 降低是怎樣呢 當然你自己想一下升高是怎樣的 我只是說降低而已 降低一定是每天都effective的 如果升高的話 它升高等於 price ceiling升高等於 它的price 高於price 變成 ineffective 所以不如說降低 當然有些東西升高的話 它仍然說清楚 它仍然是effective的 這就是降低了 假如下面的圖片 假設原本的price ceiling是PC1 那就低於econium price 就是demand supply interest的價格 那賣稅率是QC1 而Exact demand是ET1 就是需求量 大一個供應量的距離 假設降低到PC2 那仍然是effective的 因為仍然是低於econium price 其實它仍然是低一點 那就打橫畫一條線上去 在pc1 留意PC2就不要過了 supply區的red index 或者結果就不是清晰了 不是想表達的東西了 PC2移過去呢 看到我們先碰到 supply區的 那個就是新的 賣稅率 不過首先呢 因為現在最高價格變成pc1了 所以價格不可以高於pc1 所以立即將那個價格由pc1 不可以高於pc2 不好意思啊 以前不可以高於pc1 現在不可以高於pc2 所以價格立即由pc1 就跌到pc2了 所以第一個效果就是被減價的 價錢更加低了 原本只是去到pc1 現在降到pc2了 賣數量呢 等於供應量的 只是想賣這麼多而已 所以這個呢 就是pc2 都是跌的 所以買的稅率跌 價格又跌 賣數量呢 等於新的供應量 pc2 pc1 跌到pc2 你發覺呢 如果等過去呢 Exit Demand 大了 因為pc2更加低於pc2 看回那個需求量呢 跟供應量的相差距離呢 紅色那條線的DOTLINE DEMAND 實在不夾住 水平的距離呢 就是新的Exit Demand ED2 就更加低了 更加厲害了 上升了 然後打橫距離呢 是擴闊了 這個就是Exit Demand 就是需求量 跟供應量之間的差距呢 就更加大了 當然Total Revenue呢 原本pc1乘Qc1 現在變pc2乘Qc2 價錢便宜了 還要賣少了 一定下降 就少了這個粉紅色 反紅色這一塊 那你自己豁著它 在中間寫 減減減減減減減 就是代表Laws 這個就是Laws Total Revenue 或者Expenditure都可以 現在原本pc1乘Qc1形成了四邊形 現在變成pc2 形成Qc2形成中間小一點的四邊形 正面應該是左手邊那個 正面應該是左手邊那個 所以就少了這塊 所以Total Revenue就掉了 跌了一些 從pc1乘Qc1 變成pc2乘Qc2 這就是減低 Effected Price的結果 令到價格 賣上去跌 Total Revenue都會跌 就自己畫圖了 再加上一些東西了 甚至乎我們Table也看到的 Table原本的Effected Price是3元 Effected Price是2元 是Effected的 因為低於Effected Price 所以價格原本就2元 而買稅率是8 等於供應量 8個Units Total Revenue就是2乘8 等於16元 如果Effected Price率由2到1元 就更加Effected 價格就立即由2元跌到1元 所以價格就更加不可以超過1元 最高只有1元 而買稅率也有跌 在1元 需求量20個 供應量4個 以便有細單位成交量 所以需求買稅率由8個跌到4個 Total Revenue都是跌的 因為價錢整個買稅率跌 原本是2乘8 16元 現在是1乘4 只剩4元 所以什麼程度都跌 所以用這個demand supply table 都看到現象 為什麼要做這些呢 因為有些multi 就給你一些table 最主要就是看 Effected Price率 對的話 再降低 價格就會跌 很多同學看不到 最後的買稅率 是供應量需求量 以小為單位的 這樣一記住就可以了